3 2 1 請啟動 呃 那個 因為我最近跟那個賀 The Cran 我們有一起合作 然後就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潛力的男生 所以就 但我覺得每個人都很棒啊 他剛剛跟阿關不是說手心手背都是肉 太難了啦 超難超難 對 大慧姐呢 The Cran 我也跟他合作 那個我的客語專輯 他幫我製作了玫瑰花香 所以啊 我也覺得Cran真的很棒 所以 但真的 一個人一輩子 只有一輩子 只有一次入圍那個新人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珍貴的那個 有被 YetFam肯定 被大家肯定可以入圍 真的就很厲害了 得獎 看運氣 嗯 The Cran要請我們兩個吃飯喔 哈哈哈哈 得獎的話吧 哈哈 OK好 那我想問一下剛剛娃娃 提到想要買一棒 對啊 結果是桃園區的耶 喔 我是要大安區 嗯 要喊話嗎 我剛剛跟洪先生說 洪先生說 啊你不是要買台北的嗎 桃園說 喔桃園喔那沒事 哈哈哈哈 對 我想要大安區的房子 搞不好他也會蓋到台北來啊 如果他在台北有買建地 好我要我要大安區的房子 有預算的那個煩惱嗎 我希望在新生國小旁邊 謝謝 如果有好物件請 寄屏寄屏 私信給我 寄屏 我寄屏嗎 我最少都要40個 最少我 OK 我現在是在上宇宙下令單嗎 下實驗室 對 成龍 我想問一下那今年的那個頒獎典禮的獎典禮 嗯 是有可以透露的地方嗎 什麼的 這是這個黑走的 不會喔 有我嗎 不會去一次沒聽 你看 我都不知道我會不會 嗯 對不對 我剛剛都沒有在那個啊 最受歡迎女的手上面 對啊 不會突然就是 那是什麼啊 去年是女的手 去年啦 對啊 對對對 今天沒有發片 那你有想過我去年有發一張 課語專輯 我記得你上台的時候那件衣服超瘦 我印象很深刻 你上台的時候 但是我 我是說我2022年也有 可以 可以把課語專輯也列為 頻 頻入百大歌曲 我覺得還不錯啊 嗯 大家可以聽聽看 香香的喔 好不好 謝謝大家 阿翔問一下佳慧姐 是不是最近有看一下Bretty演唱會 有有有 要透露一下那個 好看啊 我今天就是Janny啊 對她剛剛一G術 她說我今天好像韓心 然後我就說韓心沒有要穿外面這件 她說外照是服務 對 但裡面透明呢 這兩件透明加起來才不透明 真的假的 真的 很辣很辣 原來又是 假裝的 很色欸 我也變很瘦 很性感很性感 天啊原來是透明的一直在看 哈哈 兩位要不要碰到一下那個演唱會的準備請入格 哦 對啊 我們都是返場 對啊 我是10月1號 去年10月1號唱 小巨蛋 台北小巨蛋 然後今年7月再到高雄巨蛋 所以啊 歌單會有一些 滿 滿大的改變 我希望調整到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我也唱得很開心 嗯 我的部分是這樣 那當然衣服我也會做調整 也會換過一些衣服 嗯 我的也是啊 因為就是因為它是返場嘛 對啊 然後所以我的舞台會升級 衣服也是全換 然後歌單也是換了 所以希望大家來就是 會有一個全新的感受 從說50狀態變55狀態 對會多幾個 舞台會轉得比較快一點 因為我的女兒就是有一個旋轉舞台 啊我的舞台也會再轉過來 哦 現在都是有型轉 你看你看 還是我們導演是同一個 對啊 正哥 對 就是很喜歡轉 OK 它有那個 所以來看我們的演唱會的人 就會轉運 如果你覺得運氣怎麼有點 不太好 就是要來看我們的演唱會 那Louie會上台嗎 就是 大家想看她上台 對啊 為什麼 台北她有啦 台北 沒有在她的旁邊 就拍一下下 對 因為我兒子是人氣王 最受歡迎小孩 我跟你說 不要讓他們上學 欸你兒子啊 我告訴你台北小巨蛋演唱會 Brandon不是上台嗎 對 現在大家都跟我 就是只有跟我討論 Brandon真的好帥 Brandon很帥 欸還是我請他去 他說 那他會跟我討論歌單 他說 我爸阿姨可以rap嗎 哈哈哈 可以喔 哈哈 他剛剛天王中的天王 真的都賣關子耶 嗯 可以透露一下是不是 透露了就不好玩啊 對啊 畢竟我們不是靠 特別來賓來賣票 對啊 我們是靠我們自己的實力賣票 對 對不對 特別來賓是錦上天花嘛 對 只是讓演唱會更加豐富 但是 但是好像還是好想知道是誰 對啊 他不准我說 天王中的天王 一個字都不寫 所以他姓王嗎 天王中的天王 對啊 大家買票進場子就知道 對對對 好好好 我要說一下那個 那25年的那個期許 就是才姓25年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我這25年是怎麼過來的 但啊 當我無法想像的時候 我就去翻閱我整個 從第一章1996年到現在的作品 我就覺得天啊 這25年的時間 我竟然累積了這麼多的作品 這麼多的唱片作品 這麼多場的演出 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人 所以我現在每一場 每一次站在台上演出的時候 我都非常珍惜 然後我也期許自己 我可以 再唱 我不敢說再唱25年 可是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啊 保持最好的狀態 然後在台上 就是 可以呈現出最好的 那種狀態 這是我給我自己 接下來的一些期許 嗯 你剛剛說台青25年 對對對 沒關係 我來回答 沒關係 對 那個就是 因為PFM已經 就是25週年 生日快樂 我覺得 生日就是 一定會有很多很多的願望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剛剛就是 我剛剛說就是 生日就是一個很 很好的 的事情 然後我一直對 就是了解 就是我愛他 然後我愛所有的小哥哥 跟小姐姐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這樣子 每一年都有好的事情 然後每一年都可以 很快樂的 一直 一直 好的事情 就會一直一直不斷的 來 就會好 一直不斷的 歐夜 對 跟我剛剛說的那個 生生不息 因為我最近就是在上這個節目 然後就覺得這四個是很棒 就會覺得好像永遠不會停止一樣 真的